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十后 黎月战乱多发 人们为了让在外远征的战士认清回家的路 会在夜里点起明亮的灯 如今时局安稳 放消灯这一习俗也渐渐转为了纪念仪式 对黎月人而言 灯火传承 意味着阴魂不灭 这些不被时间撼动的事物 便是黎月的根 旅行者 希望你也能与黎月人 一起欢度海登街 安排二字并不适合我 我是个闲人 行走随心 想去哪里都是可以的 不过你这么一说 确实 也该趁着节日四处走走了 今天再三晚不过港喝茶 明天不如到附近别的铺子转转 以闲人之身见证皆是繁荣 也是件乐事啊 哦 你来了 抱歉 刚才被其他事情吸引了注意力 寒风铁器是百年老店 经几代人传承 已算得上是黎月牌的上号的铁匠铺了 锻造仪式讲究精与擒 锻打武器处理矿石 都是极费耐心的功夫活 打铁发出的响声 对常人来说造杂次 但在享受这份记忆的人耳中 则是足以令人屏息凝神的钟声 听见金属击打的声音 会不自觉地静心 平气 专神 并除杂念 权勤投入 与其说是擅长 不如说是情势所致 战乱时代 兵器是必备必争之物 离月地脉灵妙 能出产各类真奇矿石 民工宝器硬之而生 本是合情理之事 不过我始终认为 巧功高于奇史 真正的名将绝不会拘泥于西游旷石 旅行者 你来离月这么久 可曾听过昆家与云家 昆家是历史悠久的断野世家 现今仍有后人传承本家的手艺 明家则布局限于这一行 开枝散叶分去了各行各地 明家后人 严习坚毅求精的家训 已在其他不少行业展露头角 原来你也认识云先生 敌月明觉云锦先生 确实是云家的后人 他家祖辈转行早 父辈以脉砖研戏曲 久而久之 人们忘记云家的往事 就无法将他家与断造业 联系在一起了 家族演变乃是 离月历史的重要构成 来离月一趟 若有闲暇 不妨听听这些人文故事 读书是个好办法 虽说书籍内容 也会随时代变更出现偏差 但书是人的镜子 读书是上等的消遣 总是有些益处的 果然又见面了 连见三日实在永远 昨日说到相关事宜 便想着来书店看看 近期流行的书刊 旅行者 你是否听过 离月书籍的起源 人们研磨树浆制造出纸张 为了取用阅读方便 用用绳结将纸张固定在一节 为之书 后来为了更快更好的制造书本 人们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几经演变 最终诞生出这类便于量产印刷的书籍 从那以后 各式各样的故事与画本也越来越多了 旅行者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离月书籍 哦 原来你也见过这本 此书作者颇有想法 思维飘逸 书中所写内容 就连我也不甚了解 读起来很新鲜 仿佛是在看别人的人生 神与仙对常人而言太过遥远 确实很难描摸 严神姆拉克斯确实会在人间寻游 不过 倒也没有那么多花哨的化身 只是走在街上 不引起他人注意即可 过分伪装 反而容易本末倒置 此中偏差 正是异化与正史的区别 读他人作品 无异于用他人的眼睛看世界 陌生之余又有趣味 这本啊 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据说这本书过于艰涩难读 很不受欢迎 但书中所写那几位夜叉 却有其人 夜叉一族是黎月的功臣 他们历经战事 牺牲良多 近至海港 远至层岩 一直以来 黎月都因他们的庇佑而平安 你应当见过真正的夜叉 如今他常在迪花州一带现身 他习惯独自行动 不过 若是像你这样可靠的伙伴 相信他不会拒绝 要是见到他 不妨也道一声节日快乐 碧水皆天 繁花盛海 说的就是迪花州了 迪花州伴水而生 虎尾瑟瑟 灯高望远 的确美不胜收 望书客栈地处迪花州中部 美景美食并收 往来旅客大多喜爱在此休息 不过 望书客栈可不只是旅店 客栈建在高处 事业极佳 便于监视四周 他所在的这条路 更是通往黎月的要道之一 镇守此地 至关重要 嗯 确实是他停留在此的原因之一 从这里向东南远跳 能望见孤云阁 孤云阁下风印着魔神 一声要挟 有时 萧也会从迪花州赶去那里 往来奔波很势不易 我此番来这儿 本想慰问他几句 没想到他不在客栈楼顶 无妨 以后有的是机会 说来 望书客栈的大厨很会做菜 我记得逐月节期间 林月港内办过一场厨艺比赛 客栈里这位大厨 是迪花州赛区的代表人物 成功拿下的大赛亚军 好厨艺 值得人们不远千里赶来品尝 另外 提到灯高 我想起了另一处地方 那个地方 许久之前曾被仙人征用 后又闲置下来 不知如今是否还有人打理 明天就去那里 身处云上 远望月落日升 时间也变得模糊了 正是 你应该见过他好几次 对吗 你见多识广 性格良善 自然能和他友好相处 刘云借风真君是机关术专家 也可说是一位发明家 他心性人厚温良 为人耿直真诚 是位不可多得的良师义友 我有位旧友曾说过 若是想知道些家常理短 与其寻间问相三天三夜 不如找刘云借风聊上一个时辰 旅行者 你觉得呢 刘云借风真君心直口快 不是坏事 他嘴上说着不敬凡尘 实际却很爱护人类 看了这么久的山景 也该换个地方吧 明天 或许可以再往北边走走 除了黎月港 青厕庄里也有不少住民 去看看吧 与人生鼎飞的黎月港相比 这里清静许多 清闲 却也有节日氛围 一路过来 我看见村中老人准备饭时 孩童学边消灯 真是怀念啊 像是黎月初见时的景象 那时候 成年人大多忙于备战或建设 老人和孩童 也是这样互相扶持观照 过着简朴祥和的生活 确实辛苦 不过黎月人骨子里坚韧乐观 日子过得再辛苦 前进的脚步也从未停下 古时青厕庄曾受到吃的侵扰 平定至今已有数千年 千年里人们建起房屋 播种良田 历经许久 总算有了今日这番景象 吃死后 其身躯化作山岩和流水 这样的传说我也听过 浪漫的传说 可惜并不服使 威延触千代 清泉流万载 人们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靠的是辛勤劳作的双手 青厕庄山清水绿 田径宜人 是不可多得的灵袖之地 对了 青厕庄的居民送了我新鲜竹笋 等回到黎月岗可以拿去做成印记菜品 这个季节的竹笋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今年的消灯和烟花似乎比以往更加精细了 四处走走收获颇风 如果没有听取你的提议 我怕是要错过那些景色了 谢谢你 旅行者 黎月的美向来庆人心脾 独则清秀 群则壮丽 各种情意 唯有亲眼见过才能体会 如今的黎月人比过去更繁忙 但每逢节庆 人们总是不远万里赶回家中 围炉而坐 共享喜乐 沿途所见的风景 哪怕只是一眼 也能告慰心灵 旅行者 这份美景也属于你 旅途遥远 你还有许多事要做 但希望你回到黎月时 能感到自在畅快 青山与外桥 寒陵目前灯 愿如云中心 照去夜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